Hi 大家好 我是Antha 看到這個畫面就是talkshow的時候 今集有分享什麼呢?沒錯 如果大家一直有留意我的YouTube community 就知道我們之前去加州 帶了七個月半的大嬰兒一起去加州 這集純粹分享一下去加州和LaVenda之前 有什麼事前準備功夫 在路程中需要注意什麼tips 在開始之前都是提大家subscribe our channel 如果這個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朋友 我們正式開始了 話說為什麼要拍這段影片 就真的很有趣 因為有朋友回來後 很多人都稱讚我們 你帶這麼小的小孩去旅行 還要是七個半月大的BB 你真的很大膽 你竟然這樣做 有些人說你不怕他會凍傷 其實我們就沒有想到 因為我們就覺得BB一定會長大 當然啦 又要招惡 可能會怕他惹感冒 或者甚至乎COVID-19 所以我們去之前首先會先打極度 我們去之前一個月就打了 就是打Full Shot 因為Full Shot一定是一定要打的 不能不打的 還有COVID-19我們都想了很久 我和老公都有打第四針 我都詳細都不說了 你喜歡打就打 這些因為是很過癮的事情 因為我不會強迫一些人去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你自己就要招惦 打了有個保護力 不打的又如何 我覺得你們自己去想 我兒子也有打的 他打Mondana 那Full Shot 因為我的診所就不能打的 打完這兩支針之後 大概有一個抗體 當然第二支針是回來 去完旅行之後補打 然後我們就預訂酒店和機票 這兩樣東西都是我老公負責的 因為他是用他的信用卡的積分去預訂 當然不是全部預訂 有些錢是可能要拉上補一下 要後補一點點錢 我們租車那裏 我們一定要租車 大家都可能很關注 我們租車是租哪一間的 之後影片都有講的 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我就不在這裏詳細講了 租車那裏 待會我會在tips那裏講得多一點點 講飛機上面 因為我們是用積分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寄存行李的 我們全部都是hand carry 有哪些是寄存行李 就是Stroller Stroller Bag 也有Case Bag 還有沒有人拿101的hand carry bag 我們搭這個是American Airlines 所以他沒有特別限制 有多重 因為我搭國泰 他有限制我hand carry bag 是有7kg的 或者是好像有7kg的 是很小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行李 他沒有限制重量 他限制你大小的 我需要這麼好 我帶幾重都可以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 押我的computer bag 我就自己帶了 不一定要指定是computer bag 即是personal bag 都可以 又是有分size 總之你塞滿了東西就可以了 另外我小朋友就是 Dapper bag 一定是免費給他帶的 不然他真的不知道吃什麼 就是這樣 這幾件事就是 我們事前準備要做的事 我再細節說一點 例如我們行李箱 如果你們好像我們這樣 窮友 或者是平民友 沒有check bag 我們是怎樣做的 首先我們的行李箱 就是怎樣 我和我老公會撿舊衣服 有一半就是舊衣服 有一半就是新衣服 大部分舊衣服 去到那裏穿一兩天 總之出汗 或者有股意味 我就會扔的 這件事就不會浪費 你穿了六七年 扔就扔的 有些可能穿了十幾年 我帶了兩雙鞋 一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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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戴鞋 因為我回來廢城 是絕對絕對很冷的 所以戴鞋是沒有死的 再加上加州 即是和大家說 雖然它是比這邊暖一點 但它一到夜晚和日後 是超級寒冷的 所以戴鞋是絕對沒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鞋的話 你也可以戴鞋 或者戴一些比較保暖的鞋 日後就穿上波鞋 然後也可以考慮一下摺袋 我戴摺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戴了電腦袋 所以我可以摺的那些袋 叫做Long Chan Bag 大家都知道Long Chan Bag 是可以摺的 摺完去到當地便會用 然後我也奉勸大家 行李箱必須帶你的牙膏牙刷 因為去到酒店 它不是不提供 它不會放在桌面 因為亞洲酒店 普遍都會放在自己浴室 但這裏美國 我們去這麼多間 都是每次要問到前面 才有 有時可能很晚才確認 變成你很累 都不會再下樓再問 大家要自己留意 最好戴定後備的牙膏牙刷 拖鞋都要戴 拖鞋都要問前面 真的很好笑 面筋肉筋不用說 你不會用當地的 因為都很骯髒 你知道的 面膜 如果是女士的話 如果你去12天的話 建議戴五塊 可能隔兩天 褲褲褲褲 因為當地都很乾燥 外套我帶了兩件 一件比較厚 我帶了一個叫做 那個什麼牌子呢 就是Super Dry 總之晚上我就穿Super Dry 日後我就穿這個 比較薄一點的牛仔褲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後 我影片穿的衣服就知道了 最後我就帶了一個 清潔奶瓶器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清潔奶瓶 那時候我帶著 差不多爛爛的奶瓶器 去到最後一天 酒店我就丟掉了 不再帶回來 雖然它不是很重 不過就不斷咬位 大家最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Dye Park Bag 我這個是用來戴相機 Dye Park Bag 我們就帶了尿片 共有8至10件 帶了多少就多少 你自己預算 你小朋友會不會太害怕 或者身體需要比較多 你就自己預算 奶瓶我們就帶了4個 去到當地 我們都有買多一個奶瓶 因為我們第一、二日 不是,頭幾天 我們是住在家人 所以我們是預先出發 從廢城之前 是訂多一個奶瓶去到那裡 我們牌子就用Tommy 為什麼我們帶Tommy 因為這個是用微煲露可以叮的 大概訂多一個9盎司的奶瓶 奶粉呢 我們就帶一盒黃色的Infamil 以及15支水奶 我們提一提 因為我們朋友就送多一個透明的 添加著奶粉的瓶 可以防止我們 路程的時候 有時你知拿一整瓶的 Infamil奶粉出來的盒 是很麻煩的 那個瓶就很有效的 大家都可以去Amazon買的 Solar Food Solar Food 我們用Galbert 我們就帶了6包 因為我兒子一天 會吃兩至三餐的Solar Food 那我就買肉類和水果的 都提提大家 因為我兒子一向都是吃開 我自己蒸自己煮的 就不是很吃街外食的 我們出發之前那兩個星期 是訓練去吃這些東西的 如果你本身小朋友吃開這些東西 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你的做法和我的做法一樣 一向是你自己煮開的 蒸開的 然後沒有吃過街外食的話 那你如果去Rodge 或者去旅行 就必須要訓練去吃這些 因為我兒子一開始都不太好街外食 雖然是很好吃 但他一開始吃了半包 然後就要用很多奶粉來補償 但到最後出發前 他可以吃完整包 所以這些都是要靠你訓練回來的 不是說一吃去到Rodgep就吃到的 而Baby Cereal 我們也有 不過不是帶整盒的 因為去到當地可以買 但我們因為早餐都要吃 所以我就用扣文袋 然後就塞住它 我用那個Label紙貼上去 就寫著Baby Cereal 是Banana Flavor 過關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整個扒進去 過關人士又不知你有沒有寫標誌 他們是很難讓你戴上機的 都跟大家說 因為所有航空公司都寫明 逢親BB東西 你如果是戴著一個透明盒的話 你必須用那個Label 用Marker筆寫清楚究竟這件事是什麼 當然他會檢查 但你有張紙寫明的話 如果你是言語不通 最好就用英文 Double Check多一次 你寫下盒上面的標記 否則就麻煩了 額外呢 我們也有帶了兩盒仔的BB Puff 即是那些香蕉餅乾 甚防他扭計 可以吃一下 因為我兒子當時生了兩隻牙齒 所以他就... 咀得到這些東西 還有帶兩個奶嘴 以及兩個BB玩具 那為什麼我跟大家說 要帶兩個BB奶嘴呢 有時候BB一咀嚓一咀嚓 可能會吐了我地下 甚至我跟大家說一個經驗 就是我BB就會賴屎 即是到第二、第三集 如果你看到這段影片 他會無故賴屎 那他咀嚓的奶嘴 掉了到他的椅子裡 怎料他整個屁屎都拉到奶嘴裡 搞到整個奶嘴真的要扔了 幸好我有帶後備奶嘴 如果不是外出外出 他喊不著奶嘴 他全程在喊 你就很尷尬了 藥物那裏呢 我就帶幾樣東西 太能羅 有帶維他命 E 這個必須要帶 因為你喝奶粉 還有一個Nose Dropper 因為你不知道去到那裏 會不會黑痴 流鼻替 滲防 有些什麼呢 你都有這些後備 因為這些他都比你帶上機的 還有一些BB Cream 因為你都知道 當地乾燥 就算可能當地不乾燥 你都要塗一下 因為有時太陽很曬 都會曬到皮膚很乾 脫皮 你都要有這些後備 還有帶兩包塞紙巾 一包薄一點 一包厚一點 一個就帶在自己的袋子裡 有時你帶嬰兒去廁所換的時候 也有一個後備 好了 講一下我的Computer Bag Computer Bag 我擺什麼 我真的有帶手衛電腦 我帶Apple Notebook 還有兩個Hard Disk 充電器 兩支潤唇膏 Gopro 和SD卡的轉插器 至於這個Stroler Bag 我帶了一些什麼呢 就是塞了BB衣服 我都建議大家 如果你附近有得買這個 Travel Bag 都可以買一下 因為你都可以摺乾 摺好一點 然後放進去Travel Bag 然後放進去Stroler Bag 會好一點 BB尿片 剛才我們說的Diver Bag 大概大8至10件 如果你家裏有很多尿片 我都建議你在家裏 多放進去Stroler Bag 為什麼呢 因為你無理由去到當地 你都知道 無論是Costco 或是你去超市市場 一買買一箱 但有時BB不會一箱 一次過用完 除非是初生嬰兒 但你又不會帶初生嬰兒 這麼快去旅行 正常一日BB 會換6至8條 正常 有機會可能少一點 你想想一箱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就帶BB尿片多一點 反而會好一點 當然也要帶BB後備衣服 以上就是我們事前準備的功夫 如果大家對我們事前準備功夫 有任何疑問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現在我們準備講一下 我們這12日Roll Trip 有什麼小提示 我先講一下 尿片和奶粉 記得要只帶足夠的相機 和下機的數量 剛才都說了 因為凌晨的時候 下機的話 你未必立即買到 還有BB的厚衣服 因為BB 因為入夜的時候 真的很冷 所以你不可以帶 只是整件衣服去 你又要帶一件很厚的外套 最好就帶一兩件 如果你夠位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想辦法 可能有一件 可能穿相機 去到相機的時候 就脫掉了 我都要跟大家說 買水和零食 我們因為下機那天 是凌晨 真的很大問題 因為1點多凌晨下機 所有店鋪都不開 就算7-11都是很遠的 我們又要租車 我們是一秋二兩天 第一、二集 你就會看到我們幾乎 因為我們又沒有飛機餐 變了做什麼呢? 就很肚餓 我們又很頸殼 但很感恩 因為最後我們找到一間 即是租車後 我們隨便找到一間快餐店 買了一杯飲料 但因為我們開車 由Los Angeles 駕回到San Francisco 那邊 是要6個小時 變了整程 6個小時 我發覺去到中途 是超頸殼 又沒有東西吃 雖然我們吃了麵包 但真的很頸殼 所以如果奉勸大家 乘搭凌晨機 看到有便利點 就先買兩三支水 否則整程的路程 就真是頸殼死了 零食 可以買口垃圾 巧克力 糖 因為你開車 可能會很累 開夜晚的車 我來提示大家 如果帶嬰兒 最好每兩小時 就要找停車位 因為嬰兒 不能坐太久的 car seat 因為對嬰兒脊椎 不好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地方 空曠 但也要跟大家說 未必到到地方 即是可能有機會 駕駛三個小時 或四個小時 才會有一個 叫客機 好視乎你開哪條路線 如果剛好有很多貨櫃車、塞車、交通意外 我不知道你日後還是夜晚 我們說晚上就暢通無阻 但有時要找廁所是很難的 你就找個貨車泊車的位置 它有寫的 即是可能被貨櫃車停車休息 沿途會見到有些空曠的位置就停一停 洗手間有的就去 沒有的話就隨便休息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急起上來不能忍 你就找個對車門自己遮住 總之自己去完就快點關門了 換了片 換了片你也要和寶寶換的 你不可以整程坐卡舌 所以你就抱他出來 但抱他出來不是抱他出來的吹風 你在車那裏可能在後座 坐一坐讓他在那裏輕鬆一下 可能大概5至15分鐘 讓他輕鬆一下 因為他有時睡得久 你都不喜歡自己坐得下 屁股都痛 所以寶寶也是一樣的 都要休息一下 每隔2至2個半小時就要停一停 所以有時路程時間都不太遷就 因為如果你駕駛6個小時 有時可能有機會駕駛7個小時至8個小時 分享一下三藩市停車的軚 軚一定要扭回去 因為如果大家喜歡三藩市 如果好像我們這樣 第一次去三藩市的話 你的軚一定要扭回去 斜路比較多 一定要扭去靠薄的位置 如果不是的話 根據三藩市的法例 好像是要罰錢的 罰多少我就不知道 你自己上網查了 因為這個是他的法例 你去到你就會知道我說什麼了 還有停車是要同一個方向的 我之前來到賓州都有問朋友 我說停車是否同一個方向 賓州就沒有這個法例 我去澳洲的時候都有這個法例 那三藩市就有這個法例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什麼叫同一個方向 例如巴士是向這個方向 你就要拍同一個方向 你就不要調轉來拍 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是積屬違法的 大家就要留意了 詳情可以上去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的官方網站 去到Los Angeles的停車場 就要下載這個apps 我跟大家說 因為後期我們拍一輯 也有說到 價錢越便宜 地方就越多homeless聚集 到時再跟大家說 這個只是跟大家tips 給大家知道 還有要注意太陽下山 因為太陽下山 看路會完全反曬光 有折射等等 一定要帶給一個太陽眼鏡 如果不是的話 就像我這樣 帶給一個全視線眼鏡 一太陽曬下來就沒事的 景點停車場收費 你就要留意了 因為有些過了某個小時 就會收便宜些 有些可能是官方網站有寫明 在哪一段時間看 就會特別貴一點 你就要留意 還有我真的和大家說 Los Angeles是一個非常難忘的回憶 就是什麼呢 不能隨便去洗手間 所有景點去廁所是不能租借的 之後拍片都會和大家說 你自己真的不要喝那麼多水了 如果你去景點之前 要不然就要特意光顧她 才可以問她借廁所 你就很虧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不是所有的洗手間都有BB的 所以自己想 你要帶那些叫什麼 Changing那些 那些叫什麼 Diaper Changing Bed 我不知道叫什麼 總之就是 換尿片的布 幸好我們有朋友送了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有帶她在車裡 有時候換了 那L.A.呢 其實我也跟大家說 L.A.呢 最可怕是Homeless 你不搞她 有自可 你搞她就麻煩了 多數我遇到那些Homeless都可以的 即是你不搞她 她就是看著你 她又不會搞你的 那L.V.呢 即是La Vegas 有什麼最可怕呢 就是醉走路 對我來說 我是怕醉走路 多於怕那些Homeless 因為為什麼呢 Homeless呢 多數都是真的那些有錢人 即是你越可能打扮光� 他們就可能會比較狠身多些 但醉走路呢 她是什麼人都真的 她喝醉了酒 就失去理智了 她們隨時打人 我都試過被一個醉走路撩我 在我等老老闆的期間 所以大家呢 就去這個L.A.V.呢 自己小心一點 然後呢 如果大家呢 那些衣服是打算帶些漂亮的衣服去 我不是丟的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找定一些洗衣服 因為酒店呢 是幫你洗的那些衣服 是超級昂貴的 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呢 就自己去Google 塗一些叫做Washing Laudery 的Stores 它好像有幾元可以洗的 那你就自己找地方洗了 那至於租車的Package 都和大家說一下 那你記得呢 租車的時候之前 要看清楚 即是上車之前 要看下 究竟她入了整碗油 還是入了一缸油 那如果她入了一缸油 你就給她一缸油 如果她入滿油 你就給她一缸油 你就不可以沒有油 給她 因為她就再 charge你了 那還有呢 我都建議大家 之後都會說一下 三藩市最好就買這個Fast Track Felix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是快線來的 所有加州都通過 無論是Los Angeles 或者是Saint Gabriel 或者是San Francisco 或者是Hosea 總之你開這個Highway 或者Freeway的話 總之有這條快線 你就暢通無阻 那它是斷日計的 那你就看看你的租車 Package 多少錢 如果你不租的話 而你拿了這條快線的話 你就會之後 然後租車就在你的水用卡裡扣 那你就真的虧了 可能會額外因為當日而計算的 那好了 還有 那 insurance 那我也有後期問老公 你有沒有買insurance 他說不需要買的去自己 那你就自己問回你的保險公司 然後說租車的保險公司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在美國有車 那你本身應該有買租車保險公司 那如果你的租車保險公司 是有買這個 auto insurance 的話 你去到租車就不需要買的 但是你確保一下 最好就自己打電話 問一下他的車保的問題 還有Car C 大家都很關注 我Car C 因為自己帶過去的 本身我們打算當日租的 就14元一日 但是我發覺 我們自己租一日 14元一日那麼貴 但是我們自己帶過去是免費的 那我們就索性就買了一個新的Car C 因為反正我們之後都會再生一個 變成剛剛好可以帶過去用 還有我們這個品牌真的比Upper Baby 我都再重新賺過 因為是沒有損壞 還有為什麼我們買這個品牌 因為是全美國補的 你去到任何一個州份 但是這個Car C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你可能加州 可能被人訂爛了 你可以立即叫他 他翌日就給你一個新的 所以他就有過去的好處 但是如果你買其他品牌 我就不可以擔保了 因為他可能有機會 不是到任何地方都有 所以你就要買一些大品牌的東西 就不要貪皮 買一些便宜的品牌 要不然你到時被人訂爛了你的Car C 就麻煩了 以上就是我們一些個人的意見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些提示 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大家有的想法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也知道這段影片都拍得很長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就正式開始說旅遊片 大家拭目以待 Bye